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区 今天我们讲一个数论的一个值点是快速逆 它的问题是这样的 我们想求一下A的K次米 在模Q的情况下的值 我们直观的谱速的做法是将A乘K次 对吧这是K次 所以它的时间匪达度是OK OK的情况下呢 那我们就看K的数量积 A跟K是大一等于1 小一等于19次米 所以很大 这样算的话肯定是在秒期过不了 所以这里面的优化的方式 快速逆的方式就是将K 那么做一个二进制的一个分解 它可以分解成这样 K次米我们可以表达成A C0 2的0次米乘上A C1 2的1次米乘上A C2 2的2次米乘上点点点 最后是CK2的K次米 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将K 我们就只看指数 将K这个指数分成了LogK项 对吧 这是一共是LogK项 每一项我们看 它代表的是二进制位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我们K可以表达成 这个二进制形式等于1 001 那么我们看第0项的话 它对应着C0就是1 C0就是1 然后2的0次米 第1项 这个应该叫第2项 第2项的话 它这个C1就是0 乘上2的1次米 对吧 也就意味着这一项 嗯 是被销掉了 是同于1 OK 所以就分解成这样的形式 我们对每一个这个每一块 计算一次 一共是LogK块 所以我们的实现法就是LogK 这样的话就可以 可以在秒级算一个Log19次米 大概是32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数量机的一个计算 这是没问题的 我们在计算每一块的时候 我们怎么算这一块的值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A A CK 2的K次米 它等于什么 它其实等于上一项的相乘 对吧 就是A C我们先给的销掉 这个不考虑 2的K点一次米 乘上A的2的K点一次米 等于A 2乘上2的K点一次米 就是这个相加嘛 就是两倍的嘛 这个就是A2的K次米 对吧 就是我们要维护一个值 在迭代的时候维护一个值 这值呢代表的是前一项的值 然后我们在计算当前项的时候 将前一项做一个字乘就可以了 OK 我们来看一下代码怎么写 凯数签名是这样的 我们要计算一下A的K次米 然后对Q去模 因为A的K次米很大 然后 所以我们用长整形 来去试用它的这个类型 结果呢是answer 我们默认是1 然后我们迭代的时候 是迭代这个K次米 这个K的这个二进制位的情况 所以只要K是大于零的 我们就认为我们有必要去 美举它的二进制位 对吧 从低位往高位美举 我们判断最低位 K预算1 如果它是有值的情况下 我们将这个结果 等给它累加进去 然后就乘上A 再模上Q 然后K令完之后 我们将它向右移位 然后我们再计算一下 每一项的这个 当前项的这个值 这个A应该等于它的上一项 它常常它上一项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K次米写完了 其实很简单 对吧 我们来去验证一下 我本地呢没有OJ 我就是在网上找了一道牛客的题 然后我们把这个改一下 来验证一下 好的没问题 这就是快速米的一个做法 它的实行法都是 如果是A的K次米 实行法就是O logK 还是非常的快的 然后这道题呢 其实我觉得还是很绕的 所以我并没有讲这道题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但是其实它也没有必要 非得用这个快速米来求这道题 好的 那么这个值点呢 我们讲到这里 先来个收看再见